每日点评 大家好 我是余德宝 今天是3月9日 继续有每日点评 昨天有新增香港3万多宗的确诊个案 包括透过快速SARS仰星 申报平台的大约2千多名香港市民 就算加上申报机制下 染疫人数仍然低于前几天有5万多宗的个案 是否代表疫情开始回落呢 当然 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欧嘉宁就说 疫情没有爆炸性的上升 好像有回落的迹象 当然需要观察 这是不是事实的全部呢 因为政府推出这个平台的时间 比较晚 可能很多本身确诊的人士 已经康复了 康复的时候 未必会再申报 所以这个数字 可能是有回落的迹象 但是不是代表事实的全部呢 但是呢 由香港大学也有个估算 他觉得香港最新呢 大概有184万人呢 已经是染疫了 但是 他估计呢 疫情就会在3月或4月呢 就会见顶了 到时呢 就应该会 开始有点回落的了 如果呢 如果呢 在14天内 能够增加到 床位去到25000张的话呢 他觉得 第五波的死亡率呢 都可以减25% 那这个当然也是专家的估算 那我们现在不希望 就是疫情会继续向上升 那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是 因为 那个申报机制呢 只是刚刚开通 和呢 政府也都呼吁啦 说着2月尾 去到呢 3月头的确诊者 就不需要暂时申报 那当他们申报了之后呢 那才会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数据 究竟其实香港的实际 确诊数字呢 是有多少的 那大家可能都会 继续关注啦 就是青衣社区 隔离设施的情况的 那包括呢 就是一些内部环境 或者是一些设施 那呢 有一位在正在隔离的 张先生呢 就接受一个 报纸的访问 就讲述里面的情况 他就说呢 他就在3月2号 就得到社区 检测中心呢 有个结果 就说他是初步荣盛啦 他就按照这个机制 他做一个简单的 网上申报 那他的申报里面呢 就选择了 因为家里的居住 环境不理想啦 希望可以優先进入 这个社区隔离中心啦 怎知两天之后呢 就收到卫生署的电话呢 按照指示呢 就联络这个消防署 那去到 即是 这个星期日啦 即是6号 就被人安排去到 这个青衣隔离设施 那他说呢 即是 当然他住了几天啦 那他就 有一些的感受的 包括 可能是善食上的安排啦 他就说 现在食物呢 即是保安局呢 也都说过啦 他们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 有些改善 包括呢 是新增了一些素 食素的朋友 即是不食肉的朋友呢 他就会安排全素啦 或者呢 是 肉类的饭盒 是给大家选择的 那当然他的安排的味道 就当然是 即是不太好吃啦 也都可能因为他是病患者 也都没什么去 胃口去吃 那当然不可以 即是餐厅去比较 而且呢 他就说 有一天的早餐呢 他就炒面 即是发酱 好像 即是发了很久 那基本上 就 好不好吃呢 就真的是因人而异的 那当然 你入到 清衣隔离中心 你就不会期望 是可以 即是 你跟外面的餐厅 可以有得比的啦 那他就说呢 午餐呢 更加得一件 咖喱鸡 即是 的咖喱鸡饭啦 所以 这个就是那个 善适的情况 就算说保安局 又或安排到 更加了一些素食 甚至一些清真的食物 即是 如果有一些 少数族裔的朋友 那 他们可能未必 是可以吃到 一些肉类的 那他需要 可能是针对性 一些素食 或者是清真的 食品 因为之前我们 封区的时候 都见到很多 在佐敦的街坊 他们很多 都是小肉类的朋友 可能不管是 巴基斯坦 印度的朋友 他们饮食文化 和我们香港文化 是绝对有很大分别的 而当时呢 就是也都有一些 批评啦 就说 为什么 就是小肉类的朋友 政府是安排 一些可能 是 就是他们 不能吃的 一些肉类 那这些都是 引起之前的一些 批评的 那这次呢 就是重善如流 有些改善的地方 就是增加了 有一些清真 和素食的一些 餐牌 就算有不同 需要的人 都可能 有得享用 那当然 你不能有期望太多 或是很好吃 是可以和一些 餐厅比较的 因为之前 其实都有 封区的街坊 表示啦 他们可能 就是收到的一些 善食 三餐 午餐变晚餐 或者很冷的善食 那这些 就不能奢求太多 那当然 我们都是 一直坚持 就是希望 大家有尊业 生活下去 生存下去 就算你是被人隔离也好 希望呢 一些基本的保障 一些暖饭 一些 足够的三餐 都应该是政府需要 提供到的 那当然他也有分享到 他就获发一个 张先生呢 就获发一个 有窗的单人房 那他说里面有床 枕头 皮铺 膠椅 拖鞋 一些牙膏 牙刷 一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那他有个问题 那里是没有WiFi的 上网都要靠自己的数据 那虽然有点猛 但是呢 打电话 發出信息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他也去完厕所 淋浴间 那他就说是两排屋 的人共用的 就是 那话说 就是大概 之前报告有说过 20多人共用一间厕所 或者是淋浴间 他说都够用的 不需要等清潔程度 可能因为 有第一批 隔离的患者 有反应过 他说现在的清潔程度 都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了 那淋水 热水 水流也足够 隔离者去厕所 或者是去淋浴间 也是自出自入的 那当然 这个就是建基于 第一批 有不少的患者 他们有一些意见 是给政府去参考 包括 就是保安局 他都最新有个声明 就说 不断改善隔离设施的服务 包括 他们刚刚都说到 他说 现在供应商每天 有四款的 含蔬菜 肉类的膳食 有清真 和素食的 款式 是给大家选择 还有送上水果 亦都在洗衣 洗手间 亦都增併了 一些消毒的洗手液 亦都加强清洁和消毒 那他说 亦都可能会为一些隔离家庭 的小童提供玩具 或论是提供报纸等等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 最近有一段影片 是在YouTube 是炒得很热的 就是 就是新加坡的隔离中心 那当然 就和香港没得比了 人家是很 人家是很 很 直接是酒店式的隔离中心 那其实 我觉得香港政府 是可以参考 新加坡隔离中心的规模 和那些设施 你一早就会安排 一些 如果你有小朋友 会入住的 他们会安排一些公仔 一些小朋友 会玩乐的一些游戏 如果你有长者 他会安排集中一班长者 方便护理员去照顾 而且你留意到 新加坡的IT科技 是很先进的 特别他就提及到 他们可能就着长者送餐 他未必是需要靠人手 因为你看到过去很多人手 医护人手 是因为透过接触患者 染疫 增加了传播风险 而他就安排了一些机械人 去送餐 甚至去见医生 医生都未必要去见患者 透过视像的形式 去进行这个诊证 或者是问诊 这个就是正正 特别现在疫情 特别是一个高传染度的疫情 底下 其实科技是可以帮到手 这个 新加坡的方法 我觉得 香港政府是绝对可以去参考 好了 另外一个消息 可能大家都会开心一点点 终于有了剪头发 因为发型屋3月10日 是会重开 但是需要疫苗通行症 即是说得白点 就要打针了 现在基本上 政府的感觉就是 你打针 就可以享用你一些权利 包括你要上学 你可能要上班 现在说明 政府的员工 必须要至少打到一针 你才能够上班 否则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理由去解雇你 第三 你剪头发 发型屋 可能迟些 你讲健身室 美容店 可能都需要实施 这个疫苗通行症 当然 现在你吃饭 都需要疫苗通行症 你不能打针 你就不能堂食 你真的要做外卖 这个情况 其实某程度上 有些是 招令直改的 因为本身 政府也都说明 发型屋应该是 跟大部分的指定处所 去到 4月20号 停业到凌晨 但是突然之间 它又转一转了方向 就说去到3月10日 只是发型屋 是可以重开 当然它也有很多条件 就是说你进入厕所 至少要一针 一针的新冠疫苗 顾客都需要用安心出行 而工作人员和顾客 需要全程配戴口罩 那这些就是那些条件 那它就 当然你说传到这个消息 都可能很开心的 因为有很多街坊 可能过完年之后 都没有再剪过头发了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机会 但是未必个个都 可能是有打针的 那可能 就是之前说的 就是上满剪头发这个服务 可能仍然是一个新趋势 甚至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就未必 就说个个都会去发型屋 因为它就需要这个 通行证 那以前就不需要 那这个是一个 新的政策 大家可能又要重新去适应一下 或者业界都需要重新去适应一下 那再说多一点 就是那个快速测试 情报平台 昨天呢 三个小时 大概有 首三个小时 即是头三个小时 就有差不多二十万人 就进入这个程式 那 你说这个程式 是不是很畅顺呢 我自己也登入过的 某程度上 都比起消费券 那些网上程式一定是畅顺很多的了 那它说 就是 由六点钟至八点钟为计 差不多有十七万人 是排队去登记 到九点更加有二十万人 但当然 就是 未知实际的情报人数 因为很多人可能去看看 究竟你需要提供什么资料 你需要提供一些什么 证明文件 那大家要留意就是 因为我们最近都收到一些街坊 就是我登入了这个平台 也都提交了资料 但是未收到政府的通知 所以呢 它登了几次了 那这个也是政府要解释给市民听到 其实你成功呈报了之后呢 你在二十四小时内 才会收到短讯的 那所以那句话 就不是说你登记了 它立即 可能五分钟就会给你一个短讯 那这个就是 市民要留意了 就不要就以为 啊我五分钟后 没收到短讯 就不断登入 那这些 谷数的事情 就不需要做的 那登记一次就足够了 它应该就会二十四小时 就会给你短讯 那也都提醒你们 就不要填错资料 核对资料 因为如果你填错资料的话呢 或者资料不正确的话呢 或不齐全呢 它说情报之后呢 它是不会被处理的 那所以这些都要留意一下 因为某程度上 很多街坊呢 都会填着这些资料的了 那当然 你当你收到电话短讯里面呢 里面很连续的 就需要你去提交一些身份证啊 或者是阳性的照片 还有要下载隔离 来用检疫力 最后呢 我也想说一个 比较悲剧的事情 跟大家去报告一下吧 就是一个呢 確診的79岁的老虎呢 就在葵链村 在公园里面呢 就是吊颈自杀 那同住确诊的儿子呢 就是很悲愤去刑事 那这个是一个 很无奈的悲剧啦 就是一位确诊的老鸡 他不知道是否因为抵受不了压力 还是很屈屈不满呢 所以就去轻生 那 就是现在疫情很严重啊 每日是夺去过百人的性命 第五波疫情里面呢 香港差不多夺去了二千多人的性命 就是我们判断不了 这个究竟是天灾还是日和啦 但是更加无奈的就是 因为疫情 而导致自己有负面的情绪 他最后选择轻生呢 这个绝对是很令人心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 希望大家就算 确诊也好 不是一个世界末日啦 不是说一定是一件 需要 失去性命的一件事情啦 只要大家多喝点水 休息多些 其实都是会康复的 也有不少香港人呢 确诊了之后 其实已经是自己康复的了 所以 家人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家人 可能特别是长者的一个情绪状况啦 也都可以 记得一些有用的求助意线啦 包括就是 就是香港 撒马利亚 防止自晒的热线啦 就是23892222的 或者是射住的电话 那总之就是 有不开心 一定有的啦 每个人 即是在这个疫情 或是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 一定是有些负面情绪的 但是呢 轻生从来都不是 首要的选择 那大家呢 有不开心呢 就可以听多些我们的节目啦 或者是多些跟人去谈素的 如果你觉得今天呢 这段片的资讯是有用的话呢 那就记得呢 帮手去share啦 like啦 以及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那我们每一天呢 都希望 尽量将最新的情况啦 香港的疫情消息呢 是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